澳门博彩业迎来了大变革 澳门已经决定取缔博彩中介承包赌厅的做法 也就是说 未来澳门的几个赌厅都将成为历史 蝶马仔以后只能做中介的业务 而不能涉及赌厅的承包了 澳门赌牌将在明年迎来重新尽头 这个事情对于目前澳门六家博彩公司来说 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因为如果镜头失败 那么他们在澳门的一切都将混成空头 如果不是疫情的影响 这次镜头一定会引来全球资本市场的关注 2001年那次 总共是18家公司镜头三块赌牌 后来澳门临时把赌牌增加到了六块 不过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这次竞争肯定会更加激烈 不过如今疫情严重 澳门博彩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全球旅游业都几乎停滞不前了 现在肯定没有那么多财团赶来投资 这反而是帮了如今澳门的六家博彩公司 目前澳门已经确定了 明年将继续保证六块赌牌 但是每一块赌牌的运营期限 将从20年变成10年 澳门赌牌重新尽头 何超琼压力肯定是最大的 因为何鸿燊家族控制了六块赌牌中的三块 他们要保证三块赌牌同时续约 压力可是不小的 对于何超琼来说 他最强的对手自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林国泰了 全球的五大博彩巨头中 林国泰控制的云顶集团排名第二 实力比奥博、米高梅中国、星豪国际都强 云顶集团的生意遍布全球二十多个国家 实力仅次于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金沙集团 林国泰阻集中国福建 他们家族虽然在马来西亚经商多年 但是他们跟中国的关系一直保持非常好 林国泰在中国也有很多生意 著名的利兴邮轮就是林国泰控制的 林国泰如果明年要到澳门尽头赌牌 那么何超琼的压力就大了 澳门目前的格局 金沙跟银河实力最强 而且是遥遥领先 其他的四家公司实力差不多 澳伯作为过去的领头羊 过去十年因为内斗内耗严重 一直在走下坡路 如今早就没有了龙头的风采 何超琼控制的美高梅中国 跟何超琼弟弟何游龙控制的新豪国际 则是规模有限 如果林国泰带着云顶集团来到澳门发展 那么最大的可能 就是从何超琼的三张赌牌中夺走一张 不过如今何超琼也是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林国泰有麻烦了 林国泰旗下的云顶香港 目前已经申请清盘了 云顶香港就是林国泰运营全球豪华游轮的主体 著名的云顶游轮 立新游轮 新梦游轮 及水晶游轮都是旗下的资产 另外 云顶香港还控制了德国MV造船集团 云顶香港过去一直是云顶集团的核心资产之一 不过 因为他们在德国的造船厂破产了 导致出现了一笔27.7亿美元的债务 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云顶香港不得不申请清盘 自从疫情发生之后 全球邮轮业都陷入了低迷 如今双重影响 云顶香港最终陷入了清盘的困境 事实上 早在2001年 林国泰就准备有意进军澳门 而且 林国泰早就在澳门买下了一块地皮 做好了准备 另外 林国泰跟何超雄的父亲何鸿燊 曾经在生意上有非常多的合作 当时 何鸿燊曾经收购了利新邮轮10%的股权 另外 林国泰也曾经把新加坡一个34亿美元的度假村 小部分股权卖给了何鸿燊 如今 林国泰遇到了麻烦 估计明年到澳门尽头赌牌的可能性非常小 即使是来了 他也没十足地把握跟何超雄竞争了 何超雄也是意外地成为了赢家 事实上 疫情虽然让澳门博彩公司收入锐减 甚至是陷入了亏损 不过 实际上这对于何超雄来说 反而是赢得了一个喘息之机 2001年 澳门赌牌一分为三 之后三分为六 虽然何鸿燊家族后来控制了三张赌牌 不过 实际上何鸿燊家族的发展 远不及金沙跟银河两家公司了 2009年何鸿燊重病之后 何鸿燊家族又陷入了内斗 长期的内斗也影响了何鸿燊家族生意的发展 如今何超雄接班了 也开始带领家族走回正轨 其实对于何超雄来说 公司亏损几亿 甚至是几十亿都不是问题 他们的底子还在 何超雄需要的是带领家族 找到一个重新崛起的办法 去追赶金沙跟银河 让外必须先安内 何超雄过去两年一直在团结整个家族 如今何超雄也算是初步达成了目的 接下来何超雄要做的 就是带领整个家族去跟竞争对手斗了 当然 这个任务不简单 如果不是疫情 即使没有邻国泰来竞争 何超雄也可能面临其他竞争对手 全国的博彩、酒店、娱乐巨头 没有人不盯着澳门博彩业这块肥肉 另外 还有香港的那些顶级大佬们 如果是按照原来的竞争进行 那么何超雄很难同时保住三块赌牌 如今却不一样 其他的公司也是自身难保 所以何超雄面对的竞争压力就小得多了 那么何超雄就大概率可以同时保住三块赌牌 带领何鸿燊家族重新崛起 过去两年 何超雄在商界的布局 也可以看出他的眼光真的厉害 何超雄除了继续带领家族在澳门发展外 还积极在内地投资发展 何超雄控制的信德集团 如今在内地投资了数百亿 在北京、天津、昆明、珠海、上海等地方 都有信德集团的项目 一方面他看好内地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在未来做准备 澳门博彩业竞争越来越大 未来变革越来越多 何超雄必须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 另外何超雄还跟李泽凯一起联手 投资了威马汽车 进入了新能源汽车的赛道 何鸿燊选择何超雄这个接班人 真的是没有错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绗子 历が点赞